原标题 备受刀友和收藏家的欢迎,并被各国刀具大师和厂商设计演变成多种版本。 博伊刀首次扬名博伊刀,开始扬名天下,是因为1827年的沙洲之战。 这是吉姆·博伊同对手在美国密西西地和一块沙洲上的决斗。 决斗中,对手突然向吉姆·博伊进行枪击,博伊被击中了肺部倒地。 对手离开时,博伊突然拔出腰间的大刀,以下刺中了对手的心脏,敌人当场毕灭。 随即,博伊转身一刀刺穿了另外一个对手的胳膊,夺过手枪吓跑了其他三个人。 次日,全国各地报纸都刊登了这场耸人听闻的沙洲决斗,并详细计述了这把致命的大屠刀。 博伊的对手称,那把大刀就像是一颗穿透手臂的子弹,雕塑沙洲之战。 复仇之战1831年,吉姆·博伊回到了德克萨斯州。 时隔四年,曾在吉姆·博伊大刀下幸存的三个人手持枪械,来找他复仇了。 根据当时的报纸报道,博伊用他的刀把一个复仇者开膛破肚,一个劈开了头颅,一个直接斩首。 博伊刀被勇载视测美国德克萨斯州的,要塞阿拉末地区,一度被墨西哥占领。 1835年,墨西哥军队跟阿拉末当地的居民发生了冲突,于是,暴动的墨西哥将军,率领一支几千多人的部队,围攻了美国阿拉末的200居民。 但是,德克萨斯州的军队统帅,并不愿意跟强大的墨西哥军队交战,打算放弃要塞阿拉末。 而吉姆·博伊却不愿执行命令,他选择留守阿拉末,加入了200守军共同反击墨西哥的大炮。 持续13天的交战中,吉姆·博伊和守军以死相拼,最后还是不幸全部牺牲,倒下的吉姆·博伊。 手里依然握着他的大刀,但是,因为这,常惨烈的牺牲,激发了德克萨斯人的战斗精神。 1836年,美国德克萨斯宣布独立,成为了美国的第28个州。 他在美国历史中的意义,堪比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,吉姆·博伊和守军的大无畏精神,也被勇敢试策。 而吉姆·博伊手里的那把大刀,也被正式命名为博伊刀,它上面雕刻了Bully No.1,收藏于历史悠久的阿肯色博物馆。 美国德克萨斯州特意建造了博伊刀雕塑,以纪念英勇不屈的英雄精神。 这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博伊刀,刀重2700多斤,总长6米。 迅速扩张,多种形制19世纪30年代,博伊刀在美国迅速普及,甚至是民间的铁匠,也开始打造这种宽大、坚固的大刀。 他们还对博伊刀进行了改良设计,装备上了简单的护手,但大部分都制作粗糙。 三十年代,英国的谢菲尔德刀具工厂,看到了这一商机,开始迅速生产博伊刀,创造出史上。 第一批装饰华丽的博伊刀。 这一时期的刀,以观形手柄居多,上面装饰了黄铜、贝壳、骨牙角、镍银等。 为了迎合美国人的爱国热情,上面还雕刻了各种图形和爱国口号,德州英雄,自卫利刃,我是真正的开膛手等。 内战专用刀联盟博伊刀美国内战期间,南部联军装备了一种尺寸更大,护手为地自行的联盟博伊刀,甚至很多骑兵把他们的常见也换成了博伊刀。 这段时间,美国南部还建立了几所格斗学校,专门教授学生博伊刀决斗技术。 战争结束后,博伊刀逐渐转移到了人们的生活中,成为了野外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工具。 尺寸变小,像胶或塑料合成材料,成为了博伊刀刀柄的常用选材。 这段时间,博伊刀广泛被猎手,侦察兵使用,功能更注重使用。 1876年,西奥多罗斯福在牧场工作期间,身穿鹿皮狩猎装,腰间跨博伊刀。 样式繁多的博伊刀,刀在19世纪30年代扬名天下,40年代迅速扩张,并在五六十年代达到顶峰。 博伊刀被誉为美国历史上和左轮手枪、肯塔基步枪并列的三种最重要武器。 多年以来,博伊刀受到各国刀酒,藏家的狂热追捧,被全球数百家刀具厂商和刀具大师设计演变成多种版本。 德式博伊刀德式博伊刀的回形刀尖,回折角度几乎成九十度。 地中海式博伊刀这种博伊刀特点十分鲜明,刀型修长,造型类似锄刀,几乎没有曲线,没有护手,有个狠窄的假刃。 加利弗尼亚博伊刀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